嘿大家好我是阿福 今天來講芒種的教學 那可能會有點吵因為外面在下雨 那主要分為主歌跟副歌這兩個部分 主歌的話它的節奏我們可以這樣子打 那數的方式的話我們把它切成八分音符 那我們可以用一又二又三又四又的方式來練習 所以第一個節奏的話我們可以這樣練 一又二又三又四又 一又二又三又四又 那麼這首歌裡面我在cover的時候 有你們看得到有一個叉叉的那個記號 其實是可以用彈手指來製造這個音效 那你如果不會彈手指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打小鼓就好用這個代替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那主歌它還有第二個部分 它的第四拍後面多了一下 那我們練習的時候一樣也可以用八分音符去練習 一又二又三又四又 然後我們在進到副歌之前還有一個很快的部分 那我們如果沒有辦法打到這麼快的話 我們原本是用八分打小鼓 然後接下來會進入到很快的 然後接下來會進入到很快的 就是很快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打這麼快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打成十六分音符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對 就用這樣子去表現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是副歌的部分 副歌的部分我們可以像譜這樣子 上面有花茶茶跟中間有小鼓的部分 那我們打的話可以這樣子打 那芒種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好